江湘湘112年第一次的村长汇报 11号下午在乡公所清明堂举行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主持 而会议中新就任的村长永悦发言 分别提出了各村的需求 寻求乡公所协助处理 期盼未来为里民服务能够更周延 满足到更多乡亲的需求 江湘湘公所于11日召开112年度 第一次村长暨村干事业务汇报 由乡长游淑珍亲自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中各客室主管分别就负责业务进行宣导 和说明上期会议各村提案执行进度状况做回报 18村村长们分别针对各村建议事项踊跃发言 包含流浪狗、环境整洁等反映各村民需求 像昨天就有村民带着流浪狗来村办公室说 那请村长请你处理 之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砍的数字 一直堆在这个路边都没有清清楚 当天有两次的声音 他们说声音有降下来了 可是隔第三天声音一样放得很大声 甚至有村民就是说 搬到新宿去 那民居会跟他讲说 这些人有改善了 我才靠下来你就用回来坐 好的开始集结团队的服务能量 今天是我们112年也是我们第22届第一次的村长汇报 有连任的村长来大家集市广益 更有新任的村长来发言各个村里建设的需求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倾听村长在基层里面最重要的名义以外 也希望开启最到位的基层建设 所以我们把今天汇集的资料 未来跟村长结合的共识 我们可以增长在吉安相的施政 以及到位的服务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开心 我们的村长们都踊跃的发言 而且都能够洞悉到每一个乡亲到位的意见 这也是我们成功的第一步 希望112年我们的服务可以更周延 我们的共识会更圆满 未来乡亲的需求 可以做一个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承报平台 来作为一个更好的施政 我们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公所团队将是全责 紧急轻众进行分案顺序处理 追踪各提案进度执行 优书珍强调 感谢村长勇约发言 动心乡亲意见 期盼2023捷安商公所服务能更周延 达到更多共识 让乡亲有更完整的承报交流意见平台 记得讲报宴捷安商报导